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劳工有雷》节目 在美国Jewelry Duty 陪审义务是公民参与司法程序的一种方式 不少朋友可能都收到过法庭寄来的陪审员传票 要求履行陪审的义务 收到了陪审团的信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当陪审员的话到底要做什么 不去的话可以吗 有什么借口可以拒绝呢 今天我们请到了徐加雷律师 来为大家详细的介绍有关陪审员的相关问题 徐加雷律师成立徐加雷律师事务所 在加州职业十多年 这些年来他在劳动和就业法的领域展示了非凡的专业 专注于洛杉矶县 圣伯纳迪诺县 河滨县 城县 甚至是圣地雅各县的高等法院和上诉法院的审判诉讼 在2011年他与阿兰伯拉市成立了律师事务所 并且成立几乎是圣盖博谷区唯一的劳工法专门律师事务所 徐律师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徐律师想请问一下您 为什么会有朋友收到陪审团的通知呢 是的 陪审团的通知是基本上尽美国公民的法律义务 那多久会收到一次呢 大概 通常12个月到18个月会收到一次 然后是取决于有没有登记投票的时候 那基本上玄务局就会知道你在居住在哪一个县市或者是county 然后就会在那边你就会成为潜在陪审员通知人的其中一名 那如果说收到了这个信不理会可以吗 不行的 如果不理会故意蓄意不参加陪审团 这个报道履行公民义务的话 是有罚金的 第一次250 第二次750 第三次1500 甚至有最高有可能坐牢一年的刑罚 哇 还要有坐牢的刑罚呀 哇 这个看起来真的是很恐怖 但是有很多的华人说不懂英文可以不去吗 通常陪审团的资格是你只要满18岁 你只要有公民身份 能够了解基础的英文 甚至可以稍微基础的谈论案子 然后以及陪审团通知的这个县市或county 是在你所居住的县市或county 你就必须要做陪审团 并没有说因为你完全 你没有办法完全听懂每一个人说的话 每一个人说的字 看懂每一个字 你就可以说 我这叫不懂英文 不能当陪审员 我想请问一下 现场会有翻译吗 陪审员通常是不会有翻译的 因为当初变成公民的时候 大家相信可能都有做一些 基本的一些能力的考试 那现在当然也有不同语文的考试 所以现在的传统上面 陪审员是不会有翻译的 除非是证人需要翻译 经常听朋友说 像法官说自己英文不够好 能不能以此为借口就不出席了呢 其实这个问题要根据不同的法官 会有不同的结果 那像基本上我们看到的情况 如果是年轻一点的法官的话 然后有人举手说 其实我英文不好 我英文不行 我不能够做陪审员 其实大部分举手的都是华人 都是华人公民会讲这样子的话 那通常如果是年轻一点的法官的话 那年轻一点的法官会觉得说 好吧你既然都这样子 莫名其妙的觉得你 不会英文不够好 不想讲 那我的案子也很重要 到不想要让这样子的人审理 那他可能就会以这个理由说 那你可以回去 但是如果是老一点的法官的话 可能就不见得这么容易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七八十年前 甚至一百年前 白人法官就是用这个理由 跟非裔的陪审员说 你好像不适自 所以你不能够当陪审员 但是美国法律并没有说 你不适自就不能够当陪审员 记得刚刚我们一开始讲的 你只要能够基础的了解英文 能够基础的谈论案件 你就可以当陪审员 所以当华人在举手说 我英文不够好 我不能当陪审员的时候 其实是你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在辽坡这一段 当初美国过去的历史的伤痛 所以如果老一点的法官 知道这一段的历史的话 可能会就这样子问说 比如说 你说你不懂英文 What is your name?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徐冲 Where did you work? 你在哪里工作? 我在CCYP工作 How long did you work there? 你在那边做多久了? 我做了7、8年 我做了7、8年了 你听得懂了 坐下 基本上就没有这么容易 所以说没有什么借口 可以逃脱的是吧 那这个陪审团的挑选 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是怎么挑出陪审团来的呢? 是的 其实基本上并没有所谓 借口可以逃脱陪审员的 的这个方式 法律没有说 你有什么方式 你就可以逃脱不做 那当然陪审员的时候 我们会问一些基础的问题 那我们还是会 双方律师和法官 还是会挑选一个陪审员 比如说他会问一些基础的 姓名、地址 居住 住在哪里 然后有没有小孩 家庭状况 有没有配偶 然后那个什么 以及在做什么职业 如果是学生的话 是全职学生 兼职学生 如果在工作的话 全职工作 还有兼职工作 一些基础的问题 许律师刚才您说到 是律师挑选陪审员 那律师如何挑选出 公平公正的陪审员呢 是的 这个是通常是一个 小小的误解 很多人会觉得说 或很多人找律师会说 律师我有一个陪审团的案子 那我希望你能够帮我 挑出公平公正的陪审员 其实这是一点点误解 你找你的律师 是想要打赢这个官司 所以如果你的律师 有这个能力的话 应该是要挑出 最偏袒你的陪审员 甚至可以说 偏袒到 你连一句话都不要讲 一看到你就觉得你赢了 哇那真是太好了 你花这么多钱找律师 当然是希望打赢这个官司 那你的律师 如果能够挑出 最偏袒你的陪审员 那当然是最好 不管是以什么理由偏袒 那当然我们刚刚讲到 那大家都说 审判要公平公正呢 审判公平公正的 民事或刑事程序 是法官的职责 您刚才说 律师会帮客人 去挑选陪审员 那如果在 挑选的过程当中 到底会要问这个陪审员 潜在的陪审员 什么样的问题呢 是的 我们通常会了解 他们做什么样的工作 以及做什么样的事 然后来试图 来了解他的意向如何 或者他可能是 偏袒哪一方的 比如说我们在劳工法里面 会经常问的就是 请问有多少人是员工 vs主管或者是老板 那这个对于员工或老板的诉讼 当然会 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然后同时我们可能会从一些问题 会了解他是一个政治上 或者是一些处事态度上 是属于自由派的 还是保守派的 然后以及可能甚至 在一些歧视案件里面 宗教歧视案件里面 会问他你平常会不会去教会 还是你平常根本不去教会 然后甚至呢 我们会问他你平常会不会做一些 很传统的动作 比如说每天早上一定要看报纸 并不是用手机来浏览 一些新闻相关讯息 然后同时我们会问他 他会不会经常做义工 还是他是比较 还是他比较忙的 没有时间的那一种 从这一些问题里面可以了解 这个陪审员他潜在的偏袒 是偏袒像有可能是原告 还是被告 还是真的就是比较中立 因为现在这个世纪 21世纪里面 已经不会再有人说 我是我就爱偏袒谁 我是种族歧视分子 没有人会讲这种话 也没有人觉得他是这样子的人 但是从他做的一些事情里面 他平常做的一些选择里面 可以了解他可能是偏向哪一类的 所以这些问题对于双方律师 甚至有的时候法官都是非常重要的 徐律师刚才您说到 可能会问这个潜在的陪审员 一个问题就是 是不是看报纸啊 或者是做不做义工啊 这些问题它有那么重要吗 能不能给大家举个例子 到底是如何影响挑陪审员的呢 是的 比如说我们在刑事审理程序 或甚至民事审理程序的时候 这些其实都非常重要 那我们曾经看到过一个例子是有一个公辩律师 他是中东义的这个主义 然后他当时代表了一个非法移民被控罪 这个被控罪持有毒品 那这个时候如果陪审员是保守派和自由派可能就会差的很多 因为第一这个律师他是中东义 然后同时又是非法移民犯罪 所以光是自由派和保守派的人来看这个事 看这一个很表面的事情可能就会有不同的意见 所以当然选择陪审团以及问陪审团 甚至问出他们潜在偏颇的意向 其实对律师和法官都是非常重要的 甚至如果陪审团直接了当的说 我就是不行看到这个非法移民 我就是觉得他一定有罪 我就是觉得这个中东义律师有问题 法官还可以当庭警告这个陪审员说 你可不可以放下你的存在的这些意见或偏见 完全只聆听这个案子里面的证据 证人的证词来做这个决定 然后来要求这个陪审团公平公正才行 律师老板可不可以强制要求员工不准当陪审员呢 这一点回归到劳工法里面 老板是不可以报复或拒绝员工去进行他的陪审员的义务 否则的话会变成非法报复非法解雇的问题 还想请问一下徐律师 陪审员到底有什么样的职责呢 好的陪审员的职责基本上就是在刑事或民事的庭里面 挑出在加州法院里面挑出12名陪审员 然后两名候补 如果是刑事的庭的话 12名陪审员必须要达成一致有罪才会被定罪 但是如果是民事的庭的话 只要12名陪审员里面有9名认定是对或错的话 那对的一方就胜诉 但是如果是联邦法院的话 联邦法院由双方定出6到12名不等的陪审员之后 不管是刑事还是民事的庭 都要所有人达成一致的意见才会有判决 徐律师其实很多人都不明白一个话题 就是这些陪审团都是来自各个领域的 很多人都不懂法律 为什么您觉得会让不懂法律的人 来决定这个审判的结果呢 是的 其实这样的做法非常符合美国以前的时候的一些法律传统 比如说他会把一个村的村民叫到一个教堂里面 然后由控辩双方来呈现他们的证据 然后最后由挑选的村民来进行最后审判的 给出最后审判的结果 所以陪审团其实是符合美国的法律传统的 然后同时陪审团可以防止潜在的律师或法官的腐败的状况 那就是有的时候有些人会听谣言说 因为这个律师跟法官他们本身相似太久了 有的时候不见得是私底下有任何的交集或私底下有任何的关系 他纯粹在这个法官面前有上百件案子 他太了解这个法官 所以导致有可能在程序上面占了一些很利益 比如说一些熟着法官的律师 比不熟这个法官的律师就会差非常多的问题存在 但是如果是陪审团审的话 那这些潜在的问题 潜在的关系和腐败状况 都可以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 好 今天非常感谢徐家雷律师为大家详细的介绍 收到陪审团通知到底应该如何面对 徐家雷律师事务所为华人社区 无论是员工或是商业店家打造专门的诉讼计划 他曾代表员工和雇主撤销了各式各样的加州法院 和联邦法院缺席裁定审判的案件 今天再次感谢徐律师也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各位